窗外余晖金黄染暗 克莱恩看着梅丽莎的眼睛 一时竟找不到话说 因为预备的台词统统用不上 他倾壳两声 脑筋急转道 梅丽莎 这不是浪费薪水 以后班森和我的同事来做客 难道就在这样的地方招待他们 以后我和班森结婚了 有妻子了 难道还要高低床 你们不是还没有未婚妻吗 可以再等一等 多攒些钱 梅丽莎逻辑清晰地说道 不 梅丽莎 这是社会的规则 克莱恩颇感头疼 只能上大道理了 既然拿三棒的周心 就要有匹配三棒周心的体面 老实说 曾经挤过和租房的他 对现在的居住条件并不陌生 完全适应 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他才愈发理解类似环境对女孩子的不便 而且他的目标是成为非凡者 研究神秘学 找到回家的路 将来少不了在家里弄些魔法仪式 公寓人多口杂 容易出问题 见梅丽莎还想再说 克莱恩赶紧补充道 放心 我没考虑独栋房屋 打算看连排的 总之 得有属于自己的惯喜事 还有 我也喜欢斯林太太家的面包 亭根饼和柠檬蛋糕 我们可以首先考虑离铁十字街和水仙花接近的地方 梅丽莎嘴唇微敏 漠然一阵 缓慢点了下头 而且 我也没急着搬家 得等班森回来 克莱恩笑了笑道 否则他打开房门后 会很震惊很诧异的说 我家里的东西呢 我的弟弟妹妹呢 我的家呢 这是不是我的家 我走错地方了吗 女神啊 快告诉我这是不是一场梦 怎么出去几天回来 连家都没有了 他模仿着班森的口吻 听得梅丽莎不自觉就弯了眼睛 露出脸颊浅浅的酒窝 不 费兰奇先生会一直等在门口 让班森交出公寓钥匙 班森根本上不了楼 女孩损了吝啬贪财的房东一句 在莫雷蒂家里 大家有事没事就爱拿房东弗兰奇先生做笑话的主角 这个风气正是大哥班森带起的 对 他才不会为了后面的租客换索 克莱恩微笑附和 指了指门口 风趣说道 梅丽莎女士 一起去饮贯餐厅庆祝吗 梅丽莎轻微叹了口气道 克莱恩 你知道塞琳娜吗 我的同学 我的好朋友 塞琳娜 克莱恩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位酒红长发 深踪眼眸的女孩 她的父母都是黑夜女神的信徒 以圣者塞琳娜的名字给予她祝福 她还未满十六 比妹妹梅丽莎小半岁 是个快乐 开朗 外向的姑娘 嗯 克莱恩汉手表示记得塞琳娜 伍德 她哥哥克里斯是位事务律师 目前也有接近三棒的周星 她的未婚期兼职做打字缘 梅丽莎先描述了情况 继而才说道 她们订婚超过四年了 为了婚后有稳定的 不错的生活 直到今天还在攒钱 还没有步入教堂 打算再等至少一年 据塞琳娜说 和她哥哥差不多的人 都是这样 一般的28岁以后才能结婚 你得提前准备 好好攒钱 不要浪费 就去餐厅吃顿饭而已 有必要这么多大道理吗 克莱恩听得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想了几秒道 梅丽莎 我是现在就有三棒的周星 以后每年还会增长 你不用担心 但我们有必要攒钱防备意外 比如那家安保公司突然倒闭 我有位同学 就是因为父亲所在的公司破产 只能去码头找点临时工作 家里的条件瞬间恶化 才不得不退学 梅丽莎表情认真地劝说着哥哥 克莱恩伸手捂了下脸 那家 那家安保公司和政府 嗯 和政府有点关系 不会随便倒闭的 可政府也不稳定啊 每次选举之后 如果党派有更替 那绝大多数职位都会换人 变得一团乱 梅丽莎切而不舍地反驳道 妹 你懂得还真多啊 克莱恩好气又好笑地摇头 好吧 那我把昨天剩下的食材一起炖个汤 你去街上买一条香煎肉鱼 一块涂黑胡椒汁的牛肉 一小罐奶油 以及给我带杯姜皮 总之 还是稍微庆祝一下 这都是铁十字街小贩们常常兜售的食物 一条香煎肉鱼六到八便是 一块不算太大的涂黑胡椒汁的牛肉五便是 一杯姜皮一便是 一小罐奶油大概四分之一磅 得四便是 直接买一磅奶油只需要一苏勒三便是 原主每到假期 都会负责家里食材的购买 对价钱并不陌生 克莱恩心算了几秒 就得出大致需要一苏勒六便是 于是直接抽取了那两张一苏勒的纸币 嗯 对此 梅丽莎不再反对 放下装文具的提包 接过了钞票 看着妹妹拿出装奶油的小罐和盛放其他食物的盆子 脚步轻快地走向门边 克莱恩想了想 开口喊住她 梅丽莎 剩下的钱买些水果 铁十字街不少小贩会从别的地方收购品质不佳或存放太久的水果 而这里的人们对此并不愤怒 因为价格非常便宜 只要回家后将腐烂的地方切除掉就可以品尝到美味了 算得上廉价的享受 说完这句话 克莱恩快步靠拢过去 从裤兜里掏出之前剩余的铜便室 放到了妹妹的掌心 啊 梅丽莎褐色的眼眸疑惑又茫然地看向哥哥 克莱恩退后两步 微微一笑 记得去斯林太太那里 奖励自己一小块柠檬蛋糕 梅丽莎嘴巴张了张 眼睛眨了眨 最后只吐出了一个单词 好的 她飞快转身 拉门而出 邓邓邓跑向了楼梯 一条河流穿过 柏树和风树林立两岸 空气清新的让人有喝醉的感觉 来解决面试事情的克莱恩怀揣左轮 拿着手杖 走下支付了六便式的公共马车 沿着水泥砌城的道路 向着绿色眼映中的三层砖石房屋靠拢 那是亭根大学的办公楼 不愧是鲁恩王国最出名的两所大学之一 初次来到这里的克莱恩边走边感叹道 和这里相比 和对岸的霍伊大学简直堪称简陋 哈呀 哈呀 一声声呼喊渐进 两条赛艇从霍伊河上游冲来 一根根目讲整齐而有序的翻动 这是鲁恩王国所有大学都流行的赛艇运动 以克莱恩要靠奖学金资助才能读完大学的家境 都和维尔奇等人一起参加过霍伊大学的赛艇俱乐部 划得一手好船 真是年轻啊 克莱恩驻足眺望 窥叹了一声 再过一周 这样的情况将不复存在 因为学校要放暑假了 沿着绿树成荫的道路 他走到灰色的三层砖石房屋前 通过登记 顺利进入里面 熟忍地找到了上次接待自己的办公室 咚 咚 咚 他屈指轻敲半眼的房门 进来 门内一道男生传出 看着克莱恩推门而入 那位穿白衬衣 黑燕尾服的中年教员微皱眉头道 面试还有一个小时 斯通先生 您还记得我吗 科恩资深副教授的学生 克莱恩 莫雷蒂 你看过我的推荐信 克莱恩微笑着脱帽道 哈文 斯通摸了摸自己的黑色大胡子 疑惑道 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不负责面试 是这样的 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 今天就不参加面试了 克莱恩如实说出了来意 这样啊 哈文 斯通明白过来 站起身 伸出右手道 恭喜你 真是个有礼貌的年轻人 我会给教授先生和资深副教授们说的 克莱恩和对方握了握手 打算寒暄几句就告辞离开 背后却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莫雷蒂 你找到别的工作了 克莱恩转过身去 看见了一位满头银发 轮廓深刻 但皱纹不多的老者 他眼窝凹陷 眸子深蓝 黑色燕尾服鼻挺 尚无好 导师 阿兹克先生 他忙行礼道 你们怎么在这里 这位老者正是霍伊大学历史系的资深副教授 他的导师 昆廷 科恩先生 在科恩旁边 还有位身材中等 皮肤成古铜色的中年男士 他手拿一份报纸 没有留须 戴着礼帽 黑发鹤童 五官柔和 眼睛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沧桑 右耳下方长着科系看才能发现的黑质 克莱恩认得他 经常帮助原主的霍伊大学历史系教员阿兹克先生 他喜欢和自己的导师科恩资深副教授争执 观点多有冲突 然而 实际上 两人私交很好 否则也不会喜欢凑一块聊天 科恩点了下头 语气舒缓地说道 我和阿兹克来参加一场学术会议 你找到了什么工作 一家做谷物寻找 收集和保护的安保公司 他们需要专业的顾问 每周三棒 克莱恩将昨天对妹妹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接着解释道 您知道的 我喜欢探索历史 而不是总结历史 科恩轻轻汉手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你能记得来停跟大学通知他们 而不是直接缺席 我很满意 这时 阿兹克插言问道 克莱恩 你知道维尔奇和纳亚是怎么回事吗 我看报纸说他们被入室强盗杀害了 案件转成入室抢劫了 而且这么快就上报纸了 克莱恩愣了一下 斟酌着语言道 具体的情况 我也不是太清楚 之前维尔奇得到了一本第四季 所罗门帝国安提哥努斯家族的笔记 找我一块解读 我开始去了几天 后来就忙着找工作了 前两天警察还来找过我 他故意将所罗门帝国和安提哥努斯家族透露出来 想看看两位历史系老师会不会知道点什么 第四季 科恩皱眉低语 骨瞳皮肤 眼眸沧桑的阿兹克仙是发争 继而吸了口气 用拿着报纸的左手揉动太阳穴道 安提哥努斯 感觉很熟悉 但怎么都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说过 暗号 暗号